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映然 又到了映然视团文化节目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我的另外一个诗词 西江月 东孔树院 树下好风如水 顶头烈日催眠 墨香美上 彩云间 兴尽贵华满院 北街仙山古盛 南宁避海时弦 问图东孔在谁边 三亚西行不远 这个东孔书院 我是2021年4月底的时候入住的 它是我的一个海归朋友 黎博士做的一个文化书院 前期让我来帮他梳理 优化一下 所以呢 我入住将近两个月吧 然后就一直想写一首诗词 这可以说是我这两个月的一种感悟 也是一种期望和寄托 这个东孔书院 它是坐落于中国海南岛 乐东县 黄流镇 东孔村 三面环山 南面是大海 由中外各界的这个专家 学者 及文化名人 发起 东孔书院的愿景呢 是要建成一所根植乡野 放眼世界 通合古今 融会中西 在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的双重背景下 探索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的文化书院 可能熟悉我这个能力和这个品位和格调的这个粉丝 大概一听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的手笔 对 这是我帮这个朋友的这个东孔书院 梳理的 他的这个书院的愿景 这个诗中的桂华呀 它是指月光 仙山呢 是指书院北边中国的第一个 也是面积最大的这个热带原始森林公园 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 那么古盛呢 它是指历史上 从北方大陆 先后被贬来海南的李德玉啊 李刚啊 苏东坡啊等等 历代这个名人洪如 这个下雀起始的对仗剧啊 也就是这个北街仙山古盛 南营避海时弦 它既是叙述一个事实 它也是一个展望 就是展望这个东孔书院啊 像他所处的这个海南岛一样 既能自古不断的这种接引啊 沐浴北下的这个文人巨布 高僧大德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之风尚 亦能敞开胸怀啊 拥抱以海洋文明为特征的 当下的这个世界文明 这也是我对这个东孔书院的一种希望吧 这个西江月啊 上下两却 开头两句都是要求对仗 比如说树下好风如水 对这个顶头烈日催眠啊 这个也是一个纪实的写照 这个东孔村呢很有意思 就是在海南岛 这个地方呢 其实海风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非常热 确实也是非常热 但是你特别热的情况下 你不要跑到太阳底下 你一跑到树下去 哎这个风它永远有 它一吹啊特别凉爽 所以就是这个树下好风如水 但是顶头呢 太阳很厉害 这个一照的你吧 哎呀这个每天可能就刚来不适应 可能就进成了这种 你催眠的烈日啊 下却也是 北街仙山古盛 对这个南营碧海实贤 这也是对仗 最后呢 问图东孔 向谁边 三亚西行不远 这首词吧 你可以说是一个东孔书院的 写东孔书院的一个文人词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东孔书院的品牌词 它的品牌文案 甚至是它的广告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问 哎东孔书院在哪里啊 所以我这首词最开始成型的一句就是 问图东孔向谁边或者在谁边 三亚西边不远 或者三亚西行不远 这一句其实最先成型的 那么很多人问哎黄老师 东孔书院在哪里啊 三亚西行不远 本来其实最早最早 应该是三亚西边两站 为什么这个两站不行呢 因为站和这个院 棉间 它不属于同一个运步 在这个此令正运里面 但是在这个中华新运里面 它又是同一个运步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尴尬的地方啊 我一般写诗词尽可能的先遵循古运吧 比如说磁林正运 萍水运 诗就是萍水运 写词呢就是磁林正运啊 实在不行 最后再用中华新运 但现在中华新运我填的词是比较少的 一般尽可能最好是同样满足 这是双影啊 这是最好的结局 同时这首诗的下却啊 也把这个东南西北嵌进去了啊 东南西北 这个就更加富有这个文人意趣和境界 同时呢也是希望东孔书院 广纳东南西北 包容东南西北 也传向东南西北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西江院东孔书院 他其实是半个文词也是半个广告词 对吧 那么请问当今你中国大陆的 哪个广告高手啊 文案高手你能创意出来一个 能够经典传承 但是又带有广告宣传效果的文案呢 诗词题文案呢 大家知道这个方文山呢 他是这个 不能说泰斗级的这个中国风的 这个词作者吧 但是确实他是大家 而且好像中国风这个歌词就是他最先发起的 那么他之前的前辈 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林熙啊黄瞻呢 后来也写过一些广告文案 那么像黄瞻林熙啊方文山 方文山好像也写过 除了音乐文案歌词 他也写过一点可能广告文案吧 但是像他们这三位为代表的啊 这种港澳台这个文化底蕴比较深的呢 他们用这个白话文体现 中国风中国意境非常好 放在歌词里面放在这种 这种文案里面吧 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他们都不会吟诗填词或者吟诗填词的功底啊都不强 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尝试用这个诗词对联体 放在用作他的歌词 用作他的这个文案 那么我观察了一下 应该是港澳台三地啊 全这个中国中华文化圈可能就我 目前我是唯一的一个黄映然 唯一的一个唱到这个诗创的概念 把这个原创的诗词跟歌词结合啊 就是映然体歌词 现在的流行歌词不是有主歌副歌 这是他的体式 主歌是有两个部分旋律一样 但是他的这个字数是一样 但是字词它是很大是不一样的 但是副歌就是一个高潮 那么我就想这种 现在流行歌曲的这种AB 这种格式A1A2 A1A2为什么不能用一个古典诗词 尤其是颂词来体现呢 上下却就是A1A2对吧 那么B副歌部分咱们用一个白话文 这就是我首唱的映然体歌词 这么一个概念啊 09年这个映然体歌词 发表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部的音乐生活报上 当然是当时当作一个学术文章提出来 十年基本上都还没有人问清 但是十年之后 这个18年开始的经典永流传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去看一下 那里面大量采用 我首唱的这个映然体歌词的概念 第一季我统计了一下 大概百分之十几 但是第二季开始就百分之三十二 用这个映然体或者道映然体歌词的这种体式 第三季那就更多了 头两期我统计了一下 就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百分之五十二了 后面我就没再跟进了 可见这个映然体歌词 它的这个文化价值 市场价值 艺术价值 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引领性的作用 然后把古典诗词跟这个观念艺术作品某合 对吧 就是这个环 还有跟服装汉服结合 就是诗装 对吧 但是这个它不是 这个其实古典诗词 它也可以这么结合 跟T恤结合 我原来只是跟这个汉服结合 跟婚礼服结合 那就是双喜诗 这个官家专利也已经拿到了 双喜诗的婚礼服 还有跟这个书法结合 就是双张书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 这个大力的弘扬 为我站队 亲自为我发带他们 这个双张书法概念 发带他们的这个 官方的媒体上 还有很多 还有跟这个写音乐剧 还有跟这个诗词跟疗愈 治愈戏结合 诗愈戏 这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方向 诗愈戏 创作即疗愈 等等等等 咱们就不一而足了 所以说回我的这一首 西江乐 东孔书院 总而言之 既是一个文人词 文人诗 也是东孔书院的一个品牌诗 也是一个广告诗 确切的说是词 这一首吧 广告文案 就像奥格威说的 传唱 传播 运用十年以上的文案 才算是真正的好文案 那么你看他这首诗 我们就看这首词 他看他能传播多久 好 这一期的这个 映然视窗文化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栏目 请订阅我的映然视窗文化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更多更精彩的好节目了 而且再更进一步的 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我的这个节目 推荐给你的一些好友 我就特别的感谢感恩 好 这个传统文化的创意 特别需要大家的积极扶持 因为我的这个节目 比较偏高雅 古典诗词对联 比较高雅 而且很多都是超前的 确实不像咱们一些娱乐性的节目 比如说李子柒 那个真是国内国外 他火都不得了 他是娱乐性的 还有这个像些时政类的 我这个跟他们比都是不行 可以说连他们的零头都比不上 所以就特别需要 也特别期望大家能够扶持一把 能够订阅 能够推荐给你的朋友 这样我就非常的感谢 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 也会感谢您的这个举手之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